血液循环的一个方法 这几样东西呢 会能够让你的 会让一个人隐藏他的寿命 第一个就是 尖鼻毛 然后就是说冲凉啊 清洗你的喉咙啊 你的口腔啊 你的舌头啊 然后打喷嚏 打喷嚏 不只是一次两次 可能你会打喷嚏 你会让你的 里头的那些痰啊 全部都 弄出来 那么当你的身体 或者是你的肺部 没有了那个痰 或者少的那个痰的部分呢 你的 你的肺部呢 就能够 或者是跟你的身体呢 就能够排毒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生病 啊然后就是说 第三就是 啊多喝一点温水 然后啊 我们尽量少吃一些有油 或者啊少盐少油 少油少盐的东西啊 食物少吃也能造成素的东西 包括啊 包括一些香肠啊 腊肠啊这些腌制的东西啊 薯片啊啊 然后啊 也尽量少用一些 啊 沐浴露啊啊 三正好味其实对我们不是一件好事 对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件好事 不要吃的太好 也不要也不要吃的太饱 啊我们吃七分饱就好 多吃一些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蔬菜啊肉类啊啊 一些东西 然后也尽量不要跌 最好不要跌倒 啊 然后啊 就是我们的冲凉房 我们的地上都要骂干净 哦 不要有潮湿 那么我们 就尽能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能够避免 不必要的啊意外发生 或者导致有人啊 会受伤啊或者是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我要刷身把身体的话 最重要就是这几个部位 哦背部啊这些东西啊 身体啊全部都要刷 为什么呢 因为 呃我们的腋下啊这里呢 他这里呢 他有很多 啊神经线啊 除了我们的头部啊 这些地方呢 啊有很多神经线之外呢 其实我们的腋下我们的脚底啊 我们的大腿 都有很多神经线 那么当你用这些 这个方法呢 就是你在这里呢 就是这样子 冲凉的时候 你在这里刷几下的时候呢 那么 这边这里的神经线呢 他就会 他就会啊 有有缩反应 然后我们的 就会尽量啊减少我们的血脉阻塞 啊 因为这里有很多神经线嘛 去清理我们的头部呢 啊其实很简单 或者是说 如果你 你是有啊 举重的人 或者是说 你可能啊 你的手会比较不方便的话 其实有一几个方法 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排毒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东西来刷一刷你的背部 你的腋下 这些地方啊 包括你的大腿啊 你的脚啊 或者脚板 脚底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如果你这个 你没有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用一些长长的东西啊 或者是说可能一些数值啊 你就这样子 你就 如果说你要让你的头 啊 就是说能够让你的头部呢 的血脉呢 能够顺畅呢 你就用这个方法 啊 在你冲氧的时候 为什么要在冲氧的时候呢 因为冲氧的时候 他比较不容易让你的头皮 啊 感觉到疼痛 可能 他也是 那么 刷 用 用数值了 来刷一刷你的头部呢 会让你的 你的血脉呢 比较顺畅 好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如果你背部 你不能 你你你你你 你你 不能你的手比较不够长啊 你要去弄一下 你也可以用这种 也可以用这个 啊 来刷一刷你的背部啊 这样子 刷一刷你的背部 那么 你这样子呢 也是一个其中一个让你的血液循环的一个方法 那么 今天的话题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见 在干什么 好吧 好吧